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9号 阿拉斯加中美两国高层会晤 这件事到底怎么看 3月18号19号两天阿拉斯加会谈 全世界所谓外交 所谓政治所谓时政新闻 应该说没有比这事更大的事了 这个会谈到底怎么看 英国反华的BBC 当时提供了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我看了看很独特 他说今年1月在特朗普 白宫外边举行的所谓集会上 有一个和当时特朗普的主题 没什么关系的一个标语 什么标语 中国支持拜登 中国支持拜登 这话从何而来 这是特朗普 他和他的那些粉丝们天天骂拜登 说拜登通忠 那同样拜登那伙人就说 特朗普通俄 美国的标签政治 就这么来回 你攻击我 我攻击你 特朗普的支持者把焦点集中在 他所声称的大规模选举舞弊上 就在举办集会的路上 他们着手冲击国会大厦 要求推翻选举结果 这个牌子当时是一个中年妇女 白人中年妇女 他举这个牌子 他举这个牌子 为什么要这样 BBC才华 他说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因为拜登亲中 拜登亲中 如果拜登要把我们美国出卖给北京 那这时候只有特朗普 只有川普才能保护我们 然后这个女的接下来 有很多参加政治活动的女人 有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 她说 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 他意思就是说 中国人用技术 什么5G技术 优生学技术 还有一些不良的企图 试图把我们美国怎么样 总而言之 这是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但是特朗普先生在台上的时候 大量制造类似这样的东西 特别是经蓬佩奥这样的一些 病态反华政客的宣传和发酵 于是乎 在美国舆论当中 特别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 基层选民当中 就形成这么一套东西 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新冠病毒流行之后 那么右翼的阴谋论 在老百姓当中激发了人群的活力 尽管这个女也说了 这女的也说了 对拜登总统感到担忧 但是两党罕见的打成了共识 因为中国是美国的独特威胁这件事情上 拜登先生要展现强硬 BBC说到这的时候 我以为BBC是讲到了问题的特别关键之处 就是说拜登 拜了个拜登了个登 老先生老先生 此刻最怕别人说 他居然通中通中通通中 拜登害怕别人说通通中 那怎么办呢 那就说他绝不妥协 他更想通过自己的这种顽强的 绝不认输的这种表现 来把特朗普先生 7400万的信众 争取到自己的阵营来 当然这是做不到的 尽管是做不到的 那要坚持去做 也就是说 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 包括现在在台上的拜登先生 他的外交政策 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所决定的 所以诸位想一想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美高层会谈 你说会怎么样 你可想而知啊 拜登要展现强硬啊 但是这次是不是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呢 进展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这种进展 双方都不认为是进展 大家知道这一次呢 中方是我们杨主任 中共外事委员会主任 与我们的王外长 两个人呢 到阿拉斯加的最大的城市 叫安克雷奇到那去 和美国的沙利文 美国的这布林肯 都是呢 外交和安全口的最高的官员 这件事情 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的估计 那就是 这首先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 中美双方高官首次会晤 不是礼节性会晤啊 不是一般性工作会晤 是做到了谈两天 谈两天 足足台上九个小时的一次深谈 第二呢 这个外交啊 安全呢 最高负责人的会谈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会谈的重要性 全世界盯着看 绝对不可以小觑 你怀望全球 尤其是亚太地区 饱受中美冲击 压力之下 哪一个国家能够不认真看这件事 都得看呀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根据你们会谈的结果 我才好取位嘛 但是正向所有的大戏啊 开场之前都得有铺垫 都得罗铺上 当当当当当当当 一个劲儿敲 还在小丑前面耍一通 还在台下啊 有着鼓掌 总而言之 所有的正式开场之前 总得有些背景的铺垫 这次会谈之前 两个国家呢 都有一些自己的表现 比方说 在自己家小院子练拳 哈哈 拉着邻居来 来来来 大家给开个会啊 拼拼礼啊 美国呢 拼命在制造合纵制化 就拉着一帮所谓伙伴 朋友圈的人 跟中国过不去 制造这样的舆论 美国方面 布林肯在中方会谈之前 先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先到日本去了 到韩国去了 通过一系列表态 要表现强硬的 联合制化的立场 我前天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那期节目 我说美国呢 和日本谈完了以后呢 发表声明 说他要坚持用核武器 保护日本 这是一个梗啊 这是要让人笑喷的梗 太军 我家有个大炸弹 大炸弹非常厉害 你是知道的 这个大炸弹 在你们家丢过一回 是不是 是不是 哈 对不对 哈 我现在要用这个大炸弹 来继续保护你 你什么感觉 哈 这简直是 让人发笑 世界上唯一领受过原子弹 威力的民族 现在要继续接受 扔过原子弹的这个国家 给提供的保护 然后他还在点头 哈 哈 哈 你敢不哈 铁链子拴着呢 驻日美军 那可不是白给的 3月18号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清瓦台呢 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防长奥斯汀 反正都是没有外交主权 反正都是美军在那拴着铁链子 但是请注意 任何事情都是差异的 我们分析问题 一定要注意差异性 没有差异就没有政策 没有差异就没有分析 韩国对于和美国在一块 绑在一块 跟中国过不去 韩国不说哈 哈 哈 就是是的 大爷 我听你的 韩国说的是斯米达 斯米达什么意思 这就比较复杂了 韩国说的是 斯米达如果用两个巨市 Pyton追逻来衡量 那就是说 是的 但是斯米达 是的 可是斯米达 韩国总是有点犹豫 韩国不愿意像 日本表现的那么强势往前冲 在日本两个人 于3月16号 3月16号参与日美所谓安全保障会议 二加二会台 发表联合文件里面强调了 说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 重要性 钓鱼岛 日美安保 第五条 这合适 坚决反对有所欲日本施政 在钓鱼岛施政的任何行动 然后呢 关于香港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新疆啊 哇哩哇哩说了一大堆 但是呢 韩国 布林肯 奥斯汀 跟韩方会面的时候 韩方呢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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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早晨泡菜没吃饱 就底气不足 底气不足 而且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个 在韩方会晤之后 呼吁韩方和美国共同抵御 区域之内所谓对民主的危险侵蚀 注意啊 这词就就开始绕了 一个人 我告诉你 他又想表达微妙意思 他一定是绕 一定绕 绕来绕去 一个字没提中国 什么意思 毫无疑问 这韩国的意思啊 韩国不愿意表现的像日本那么疯狂 在这之前呢 美日英澳四国领袖 也是开了个峰会 开了个峰会 锁定中国挑战 拜登政府呢 又跑到欧洲大陆 欧洲大陆路 也拉了一帮欧洲的 美日澳 就是说 在会谈之前啊 美国的态度 文章是做足了的 那中国呢 中国态度怎么样 我们作为中国观众 我们当然对中国的态度 了解的太多了 中国很简单 这四个字 劝美国放弃幻想 对吧 你折弄什么呀 美方做了一系列强 强势表态之后 中国方面 三月十七号 由崔天凯 出来讲了一通 崔天凯这个大师啊 我非常欣赏 崔天凯大师的人格魅力 他说话不强势啊 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 说起话来 比较温稳 显得很有学问 像一个大学教授 崔天凯 接受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呢 针对阿拉斯加的中美 什么二加二会晤 他讲了几个意思 他说中方啊 并不希望一次性对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说中方啊 并没有过高的期待 更没有幻想 他说中方啊 希望会谈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说中方啊 希望双方带着诚意来 带着更好的了解离开 他说呀 可能 有人认为跟中方见面之前 先找几个人 找别的国家谈一谈 发点声音 造点声势 其实这个做法没有太大必要 他说这就像一个人走夜路 唱歌给自己壮胆 其实没有用 哎 妙啊 我们的官员用这种方式 打比喻的方式 你看 用打比喻的方式 用这种举例子的方式 说得很清很淡 但是呢 讲得非常清楚 崔天敢还说了 说美国和其他 国家 你发展双边就发展双边嘛 你不要涉及第三国呀 不涉及不损害第三方利益 这是国际共识啊 崔天敢还说 在台湾 在涉疆 在涉港 人权等核心的利益上 你找谁都一样 没用 为什么没用啊 台湾问题上 你试图把台湾永远分裂出去 可能吗 在涉疆的问题上 你制造所谓种族灭绝谣言 你瞪眼撒谎呀 在涉港的问题上 你要香港分裂 香港独立 香港呢 永无宁日 这中国 根本就不能允许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些核心的利益上 你无论你找谁 你给中方施压 我告诉你 你给 你无论怎么折腾 中国不会让步 中国退无可退 崔天敢大使用最容易理解的平白的语言 讲这个话 我觉得特别精彩 相反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赵立坚 我昨天说了 说说说一下 说走嘴了 赵立坚 我说说赵子龙的 赵子龙立坚 赵子龙啊 赵立坚 赵子龙记者会 他说话就 比较有意思 很多网友喜欢赵立坚 比方说他说 他说 你把你这个美日联合声明啊 美日狼狈为奸 这词 狼狈为奸 敢说中国内争 又一名正啊 是污蔑抹黑中国恶劣的这个例证 赵立坚的词像不像赵子龙啊 那威风临你啊 那敌人大喊 赵立坚还说 说日本呢 你为了满足遏制中国崛起复兴的一己之私 甘愿养人鼻息 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 不惜背信弃义 破坏中日关系 不惜引狼入室 出卖本地区整体的意义 你这种做法留人不耻啊 你不得人心 讲精彩不精彩 精彩 对不对 鼓掌 我就鼓两下 因为我有不同意见 我为什么不同意赵子龙这个说法呀 你赵子龙这个说法 你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你也太伤人了 你说日本人引狼入室 日本人 你不知道日本人心里哪个苦啊 啊 那狼是我引来的吧 啊 那你说我让那个狼他进日本了吗 啊 那 你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驻日美军铁链子拴着他这驻军 我们日本国民的拿钱养着这些爷 你说我 你说我请 我请的走吗 对吧 所以日本人也许会有同样的疑问 说赵子龙啊 赵立坚呢 你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呀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挨过原子弹的民族吗 那滋味你是没受过呀 这次日本人啊 美国人提出来用原子弹保护日本 这话是好像说给别人听的 但是我们日本人听了以后 我们高差呀 你是不理解呀 赵立坚对美国也没客气 说你这风情双重标准啊 你国际法国际规则 你合用就用 不合用 你就不用 对不对 赵立坚举例 说建国后近250年间 你美国只有16年没打仗 对吧 这事统计的准确不准确 是16年没打仗 还是16年5个月没打仗 你美国在全球有数百个军事基地 谁是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国际社会自由公论 就关于日本美国 关于什么南海问题 对中国的指控 赵立坚直接反驳 说你美国离南海多远 8300多英里 1万多这个公里 常年派军机派军舰 在那搞这个军事演习 抵禁侦察 你这要炫耀武力 你这要威胁逼迫 干这活的是谁呀 是你们美国 哎呀 总而言之 在正式会晤之前 中美之间有这么多场 全世界都看着有子有儿的大戏 正式会晤怎么样呢 正式会晤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要我看 双方都有期待 没期待就不会会晤了 对不对 都期待呀 第一 这个接触之前的舆论战 是给老百姓看的 是给国内政治看的 两国明显的火药味啊 这种舆论战 人家真参加会谈的人 外交口的 安全口的 他们并不太在意 第二 美国必须做足样子 做出什么样子 做足 第一 我是大哥的样子 第二 我跟特朗普不一样 第三 安抚盟友说 咱们是好朋友 咱们都多少年了 咱们是真哥们 有事咱们一块上 好不好 美国念及国内 所面临的压力 面对中国崛起 对美国所造成的 真实的挑战 乃至国际市场上 很多很多人 都是想观望啊 都做必上观啊 美国必须得做样子 美国 美国希望做 他希望的样子 是什么样 我看美国是 第一 还想继续 作为全球领导者 第二 说我呢 是在乎你们的利益 大哥出头 还不是为了你们吗 第三 说我们是有能力的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对付这种破坏 基于规则的这种秩序 对这些修正主义者 我美国力量足够了 对不对 现在我之所以拉着 之所以拉着你们一块干 是为你们好 大家发现没有 美国的说法来回变 来回折腾 一会儿一个样 一个总统一套令 但是中国的说法差不多 中国每次都差不多 中国像一个老拳师 太极拳老拳师 情绪相当稳定 说法基本差不多 顺便跟各位说一句 尤其是年轻观众朋友 你观察一个人 情绪稳定不稳定很重要 情绪稳定是一个人的 最重要的品格修养 他动不动就很冲动 很冲动 冲动的人怎么打交道 那顺毛驴 有的是顺毛 你越顺毛 他越他越嘚瑟 这不行 那中国呢 坚持说 我捍卫核心地 我拒不接受霸权 我保证中国人的发展权益 表达从来都是如此的 但是这次美国方面 和上一次杨洁篪会见的 美国的国务卿已经换人了 换成布林肯了 布林肯沙利文这两个人呢 至少从个性上来说 都是比较温稳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论外边的舆论怎么样 大家可以想象 这次会谈 18号19号这两天 两天一共分三段 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 大家可以想象 谈的肯定很充分的 充分到什么程度 第一 知无不言言无尽 第二 反复磋商 反复讨论呢 第三 即使不会有明面上的什么结果 比方说联合公报啥子 那框架你也得出来 第四 肯定是寻求合作而来 而不是寻求分歧而来 该搁置的就搁置 该合作的还是要合作的 第五 那就是 没底线的竞争啊 还是要划定底线来竞争啊 无法搁置的分歧 那就得 无法搁置的分歧 那也得搁置啊 那要不然怎么办 打起来吗 冲突要划好底线 比方说气候问题 你总得有共同语言吧 都在这个地球上 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 两个大国都有责任 你最强大 你紧追着我 不 我说错了 美国人会认为我最强大 你追着我 我不接受 我不痛快 我变态 我焦虑 我紧张 我要打你 我要弄死你 可以理解 但是环顾整个未来色的星球 整个人类总还是有些共同利益吧 那协调不协调 你不协调 那必须协调 你不协调就玩不转 怎么办 那怎么办 所以这次有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商量一下 四月份气候峰会期间 举行最高层的视频会晤 对于这次双方的会晤啊 基辛格以前说过一句话叫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要说的是中美地位已经不是从前了 中美冲突肯定长期存在 为什么会冲突啊 因为冲突是中国崛起所改变 因为有人受不了了吗 谁让你发展的太好了 谁让你发展的太快了 谁让你背负着五千年文明的荣光 现在呢 正在有秩序的生机勃勃的发展着 李显龙前不久说了 说是美国还是第一 但是呢 世界第二紧追其后 而且呢 差距不是很大 所以这事就要了命了 两国真的冲突 两国受得了吗 两国受不了 两国真的冲突 世界受得了吗 世界也受不了 所以即便是跳得最欢的日本 中美真的冲突 热战 到了美国人真用核武器保护日本的时候 日本受得了吗 日本当然也受不了 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及其执行团队 和特朗普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不太情绪化 那种呢 因为情绪冲突而导致的那种紧张的局面 可能或是大概率的减少 这是好事 我们乐见其成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